本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令所有人大为震惊 左翼联盟翻转第一轮投票结果成为第一大党 执政党联盟排名第二 选前呼声最高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屈居第三 这是1997年以来首次出现现任法国总统的政治势力 在选举中丧失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 由于选举是总统马克龙提前解散国民议会进行的 因此被CNN称为一场爆炸性的赌博 那么豪赌之后的结果又会将法国政治带向何方呢 当地时间7月8号凌晨 法国内政部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 引发全球媒体关注 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选举结果 以182个席位获得第一的是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紧随其后的是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 赢得163个席位 而在首轮投票中一度大幅领先的极右翼国民联盟 最终只获得143个席位 而且此次选举的投票率为59.71% 创下1981年来的最高 不少按照右翼胜利来准备新闻稿的媒体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路透社则不无讽刺地写道 其右翼把香槟都给兵好了 但当周日结果出来时 庆祝的氛围瞬间跌入难以置信 选前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 玛丽纳勒庞一直相信 她的政党将以绝对多数获胜 下一任法国总理会是她的门生巴尔德拉 如今 对于这个大敌眼镜的结果 勒庞也只能强撑着给自己打气 媒体分析 国民联盟一百番船 主要原因是左翼联盟和中间派的一场战术合作 上轮投票后 左翼联盟和中间派联手组成共和阵线 动员217名候选人退选 其中选票力抱非极右翼候选人胜出 对此 国民联盟领导人巴尔德拉极为愤怒 称之为可耻的联盟 将把法国政治引向瘫痪 成功阻止其右翼上台 也让许多法国选民松了口气 22岁的印度裔法国人辛格 在14国民一会选举中首次投票 所以联盟的惊人逆转 让他欣喜若狂 辛格出生在印度庞哲普邦的一个村庄 八岁时随父母移民法国 去年刚加入法国国籍 但他的父母和14岁的弟弟 都还没有取得法国国籍 和许多移民家庭一样 辛格一家对国民联盟的反移民言论 心存警惕 法国有大约700万移民 约占总人口的10.3% 自2000年以来移民数量持续上涨 国民联盟一直认为 大规模移民正在耗尽法国国库 并威胁到法国人的身份认同 此次总统马克龙所在中间派 与所义联手 成功组织极右翼获胜 则让辛格一家看到了希望 但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而言 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完胜 所以 麦克龙 emerge自这个 議員许是可不疑的 强烈的 他有建议的建立法法 的法国人的法律 在第二位 他在 2022年 这种中间外出了 他已经有点强烈了 因為他不再有免費 而且他必須與維俄中心的正面 所以他不得到他的方向 有免費在免費 現在我們會看到 是一個真正的轉移 我認為是在法國的政治政治中心 從總統的辦公室 Elyse Palace 到免費 這可以說是馬克龍一場 政治豪賭的結局 一個月前6月9號 第十屆歐洲議會選舉的投票 在法國結束 出口民調顯示 馬克龍的政黨聯盟在一起 大敗於勒旁的國民聯盟 隨後 馬克龍決定 依據法國憲法 第十二條賦予的權力 解散國民議會提前舉行選舉 我認為他做了這個 因為他不贏了英國選舉 他認為這是一個方法 讓他拆散力 其實很多人仍然在意 為何他做了這個選舉 因為非常危險 雖然極右翼被成功阻擊 但很難說馬克龍真的賭贏了 沒有任何政黨獲得 國民議會絕對多數席位 意味著法國將出現懸浮議會 在新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不在一種狀況 我們不在一種狀況 有一個大部分的議員 會提供 跟幾個伴侶 或幾個伴侶 會提供這大部分的議員 所以我們在找 一個新的政策 一個政策的政策 一個政策的政策 或一個政策的政策 就是在這裏的政策 接下來的主動權 掌握在贏得議會 最多席位的左翼聯盟 新人民陣線領導人 梅朗雄手中 我們首先 非常非常激烈 許多人認為 接下來法國可能會 重現總統與總理 分屬不同黨派的 共治局面 英國《金融時報》回顧說 1986年 法國左翼社會黨總統 密特朗 就曾與右翼總理 希拉克共治 但期間兩人矛盾頻發 極右翼試圖取得 國民議會絕對多數的夢想 已經破碎 如今希望獲得總理職位的 是左翼聯盟 因為法國民議會 提供總統領導致 領導致 但她也提供總統領導致 所以我們需要 兩人聽 為例 認識最快的 法國民議會 馬克龍的最大願望 是將溫和左派和綠黨 從此 馬克龍顯然並不想 與左翼政黨共治法國 英國《驚奇學人》雜誌認為 馬克龍的最大願望 是將溫和左派和綠黨 從美朗雄的左翼陣營中拉出來 與他所在的中間派 組建執政聯盟 我希望他能夠 建立中間的共同 中間的右邊 中間的右邊 這樣會讓他能夠 保持 Gabrielle Attal 首席總統領 而不失去 成為政府的能力 不過這又談何容易 與德國 意大利不同 法國沒有為維繫執政聯盟 而達成妥協的經驗 而組成新議會的三大陣營 又非常討厭彼此 難以相互信任 這是我們現在的最大的問題 法國現在已經沒有 有60年了 但是其實 在五國國的法國的法律 有可能性的 他們有可能性的 共同政府 這也正確是 新年代的政策 都沒有經歷過他們 所以他們必須找 一個新的 和創作的方法 非常不同的方法 《金融時報》指出 法國似乎正在回到 第四共和國時期 面臨長達數月 乃至數年的 不穩定的政府 這對法國 其其歐洲夥伴來說 都不是好消息 有人說馬克龍的豪賭 攔阻了極右派 重新穩住陣腳 但卻不得不走上共治的模式 但或許更為重要的是 這場選舉 並不只是關乎法國政壇 就在法國國民議會選舉 第二輪投票結果出台的次日 北約峰會在大西洋彼岸舉行 美聯社就認為 法國投票結果 將影響歐洲金融市場 和北約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美國政治新聞網甚至認為 歐盟與北約都有可能被撼動 7月11號 美國首都華盛頓 遠赴美國參加 北約華盛頓峰會的法國總統 馬克龍面對媒體 主動談到了法國國民議會選舉 這直接回應了 外界對議會選舉 可能損害馬克龍 歐洲主要領導人地位的猜測 巴黎蒙田研究所 特別顧問杜克洛就認為 如果法國政府不穩定 將削弱馬克龍的國際實力 對議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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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选辩论中表现不佳的拜登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北约峰会是在法国国民议会 提前选举后举行的 在法国新政府的谈判 预计将很复杂 因为其右翼 已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 在美国 总统拜登正面临退出大选的压力 而在德国 总理舒尔茨的执政联盟 仍然不受欢迎且脆弱 更重要的是 北约华盛顿峰会本身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豪赌 法兰克福汇报称 与各国领导人一起自信亮相 可能会提振拜登的选情 但也存在未知数 人们担忧 美国作为合作伙伴 还能维持多久 用一名欧洲高官的话来说 这次北约峰会前景 看起来令人沮丧